今天我們就要做一個巨大化的榴槤雪糕 嘩 哈囉,我是Sunny,她是Creamy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在哪裡呢? 怎麼了? 很熱啊 不如去買雪糕吃吧 吃什麼雪糕? 榴槤雪糕,現在最流行的 蛤?要排很久的 但它很多球很大 大?要大就自己做吧 今天我們就要做一個巨大化的榴槤雪糕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就剛剛好 這裡是哪個地方? 果欄 沒錯,今天來到果欄 立刻選一個漂亮的榴槤 然後就做我們這個巨大化的榴槤雪糕 多大好啊? 20倍 那麼少?至少50吧 好,那麼多了,立刻出發 巨大化榴槤雪糕 GO 哇,這裡30元一磅 真的很熱啊 我會選擇 如果它的尖尖,距離遠 就是肉比較大 這麼多榴槤? 榴槤城啊 我想買兩個榴槤應該夠了 兩個榴槤那麼少? 當然是三個吧 最少三個吧 50倍大 你看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是不是 這麼漂亮的? 蛋糕來的 幫你選擇 哇,好漂亮啊 對呀,看到的嘛 越熟越好 哇,這個也漂亮 這個也漂亮? 哇 全粒粒很多肉啊 漂亮嗎? 漂亮啊 是不是要到一個? 要四個嗎? 夠不夠啊 要多一個?四個 四個 這個呢,哥哥 這個我幫你看 好 是不是啊? 哇,我選了一個 你們全部是報恩的,不是報仇的 報恩榴槤啊,這個 報恩榴槤 呃,648元 好啊好啊 好漂亮啊 Banny Good好漂亮啊 多謝姐姐 就640元好了 640元 哥哥便宜了100元給我 好啊,好啊 好啊,買到榴槤了 好啊 我們其實是隨便找一間的 走到最尾 是啊 哇 厲害不厲害? 厲害 好啦,那我們已經回來了 立刻可以做我們一個巨大化的榴槤雪糕了 要做這個現在最流行的榴槤雪糕 好,究竟需要有些什麼材料呢? 材料有 材料有 就是這裡有這麼多的材料了 分別就有榴槤、牛奶、cream和煉奶 這樣就可以自製到很多雪糕 還有做到很大的榴槤肉 嘩,真的非常之厲害 那我們就不用排隊了 都可以吃到榴槤雪糕了 在家裡任吃 還要超級大 嘩,其實我跟老闆選的這幾個榴槤都很大 你看看 非常之大 大過我的頭 好像我的頭那麼大 真的很大 嘩,它的味道是很濃郁 因為我們試過買一些不熟的回家 那個是完全沒有味的 是 原來買榴槤要聞一下味道有沒有出來 這個味道夠出,樓下都聞到 是 好,那我們第一步要做些什麼? 第一步我們就要開榴槤 看看它是不是老闆所說的布陰榴槤 嘩,老闆說,這是報恩,不是報仇 我覺得老闆非常有自信 萬一開出來 是仇家 那它怎麼辦呢? 那沒說那麼多,現在馬上開榴槤 看看我們640元買回來的榴槤 究竟,正不正啊? 老闆開山刀榴槤 那現在我們開榴槤 你做了什麼? 我假裝老闆,他這樣捧起來 嗯?你錯了 我知道了,老闆有戴手套 對呀 先開個小的吧 先開個小的,這個超級圓 我來啦,我來啦 當我用刀的時候,記得要小心一點 還有開榴槤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真的很刺 嘩,一開就開到了 嘩 你看到它多薄啊? 真的很薄啊,真的 喂,你行不行嗎? 讓我來吧,讓我來吧 行不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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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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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手指高 嘩 嘩,這裡還有 看來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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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超薄啊 我沒見過這麼薄的皮 臉皮很薄的榴槤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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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到一種味道 嗯 一打開就很大有什麼味道 以前你覺得臭是不是? 對呀 以前家人吃榴槤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懶有型 反半旗 他一吃榴槤我就立刻刻他的臉 然後關上火門開冷氣 現在長大了才知道我真的裝飾啊 小時候 這麼好吃的東西不衝出去搶 我覺得不吃榴槤是一種有型的表現 好,我們開了這個小榴槤 這個榴槤算不算報恩榴槤? 報恩啊 先開哪個? 開這個,這個最大 我記得你以前不吃榴槤 是啊 我這一年試了很多我以前不敢試的東西 其中一樣就是吃榴槤 是嗎? 那為什麼你沒得吃榴槤? 因為你喜歡 哈哈 但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我家人都不吃榴槤 因為是臭的嘛 所以我到了18歲的時候 哈哈 我成年的時候才第一次吃榴槤 誰知道,哇,人間極品 哇 我以前都爆開了兩塊 哇,大到 大到好像我腎那麼大 哈哈 哇,腎掉了出來 哇 你看看皮膚多薄 哈哈 看皮膚多薄 開這個 哇,大到 哇,這麼大 這個 皮膚又薄,肉又大 哇 那這個算不算暴欣留念? 暴欣 好啦,再開下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已經爆開了 我直接開了 好 呀 開 哇 那個皮 剝到這樣 這樣剝而已 剝到是看不到一層皮 就是這個 蜘蛛 哇 哇 哇,它這麼長 現在這個我的意志 全部都是榴槤香 隔著螢幕都感覺到 那一層皮的味道多厲害 好,最後一個 再開 那我們再開最後一個榴槤蜘蛛 這個是我在老闆 那個人旁邊 底層的網路 是 我懷疑它藏了 那你又覺得我們有沒有那麼好 首先,我們弄一個 seeing 夠圓夠大 尖尖的位置 CFS 間距分的 Far 然後它的尖又夠彎 好 然後將手指折上去 可以折兩 即是夠新鮮 哇 轉假 哇 哇 哇 其實每個人都在那麼大 那麼漂亮 哇 哇 哇 超級大顆 哇,很軟 不好吃啊 一起開,一起開,3、1,2,1 這個是今天最大的 好大的,大到我已經沒有位置放 那最後這個我選的榴槤 是不是一個報恩榴槤呢? 報恩! 那我們試吃一個榴槤吧 因為它看起來夠肉大,沒用的 最重要是核子夠不夠小 好,我們現在馬上看看 好,好好 好,夠核得這麼小 可以不可以 它本身的質感已經很像雪糕 很甜 如果你喜歡吃榴槤,你一定會覺得這個是超好吃 如果你不喜歡吃榴槤,你吃完這個之後 你一定會喜歡吃榴槤 你很討厭吃榴槤,你吃完這個之後 你要從此愛上榴槤 它真的有一點菠蘿的甜味 真的 這個是我吃過這麼多榴槤中最好吃的一個 真的 絕對不是說我們盡水隨便選一件 好,那我們現在試試這個這麼棒的榴槤之後 不要說那麼多了 立刻做我們的巨大化榴槤雪糕 開完榴槤之後,接著我們要做些什麼 我們會先做雪糕,因為雪糕要冰凍它 先放在垃圾,然後就做雪糕 這些是不是要先把雪糕掉了? 可以先把雪糕掉了 很好吃,可不可以再吃一塊? 不要 放一塊就雪糕了 我的天 這塊可以嗎? 這塊有些果味 很清新的果味 好吃到我模板都凍起來了 其實有點像大樹菠蘿 是啊 它一絲絲的口感 真的熱帶水果 很棒 太好吃了 我已經期待我們的榴槤雪糕 我相信是這個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槤雪糕 現在我們進去做雪糕 嗯 那要怎樣做? 將乳酪混合奶,再混合奶 然後攪拌均勻 將乳酪混合奶,再混合奶 很難說 將乳酪混合奶,再混合奶 然後再攪拌均勻 是嗎? 你能說到的 好 這個給你 為什麼我要拿著兩個袋? 因為你將乳酪、奶、煉奶 混合下去 對,這裡我們就放一些冰 然後將這個袋放進去 一熟熟熟熟熟 它就會變成雪糕了 為什麼我要熟呢? 蛤? 不是你,你見上來做什麼 哈哈哈哈 哦 這麼多我遙不遙到的? 對你來說,濕碎吧 然後倒煉奶 好 那就一個人手,一個機器 看看人家厲害,機器厲害 對 然後呢? 加點鹽,加點冰度 讓它的溫度再降低一點 然後我就可以搖它了 對 多久啊? 很冷啊 很冷啊 搞定 我這個就變成乳酪了 你呢? 可以嗎? 可以嗎? 哇 真的可以我這個方法 夠夠啊 那我們是不是把這些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因為太多了,我們的雪糕不夠了 那我們現在就打好這麼多的奶油 把我們的冰箱呢 可以弄冷一點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了 非常厲害 好,那我們先把這些墊底 好冷啊,好冷啊 哇,好冷啊 好冷啊 好冷啊,快點 倒進去 放點鹽進去 再把我們打好雪糕 來吧 現在我們把雪糕全部放進去 最後一層冰 再加鹽 我們現在戴上手套 究竟要做些什麼? 刷榴槤肉 把它變成一個球 我們要做五球 泰國金箏頭榴槤肉的雪糕 如果大家有吃過這個榴槤雪糕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雪糕 然後上面是有一塊榴槤放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就做幾塊榴槤了 把核子從榴槤肉拆出來 好,現在拆肉 馬上來個快鏡 搞定 把這些放在雪櫃裡放進去 它就變成榴槤球了 那我們現在繼續做幾塊 超級迷你屈 五球榴槤肉 非常厲害 好,那在等這個雪糕冷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做包裝 這個就是我們的雪糕杯 形狀非常適合 但是有兩個瓶 我先剪掉它兩個瓶 然後包了一層綠色的紙 然後就在上面畫我們的Logo 就可以做到這個巨大化的榴槤雪糕杯 立刻開始 雪糕杯已經完成了 跟圓包好似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雪糕擠下去了 好,第一塊 嘩,好硬 好,第二包 嘩,這個也好硬 擠了差不多六個小時 冰還沒溶 是啊 挺好 第五包 也是硬的 第六包也是成功的 大家如果想自己在家製牛奶雪糕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非常厲害 現在我們就馬上把雪糕放在我們的桶裡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巨大化榴槤雪糕身地了 嘩,這個質地挺厲害 嘩,厲害 嘩 搞定了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雪糕的靈魂 即是榴槤 放上去 嘩 嘩 好大個 嘩 嘩 再三個 嘩 行不行 行啊,行啊 放上去 嘩 嘩 好厲害 真的做成了 真的做成了 很大股榴槤味 好厲害 好厲害 嘩,吃了 等等 先拍燈給人家燈 捧不起 你捧上去,太重了 太重了 加油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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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在英國 登登登登 我們現在馬上吃自製的50倍巨大化榴槤雪糕身地 你究竟好不好吃 好啊好,快點吃 先看看好不好吃 好啊好啊 一斤雪糕,一斤榴槤 吃吧 嗯 我也來 好吃 一斤雪糕 一斤榴槤 你吃了一個 嗯 好好味啊 嗯 我們要召集齊所有我們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一起過來拆雪糕 我這樣一斤已經是半球了 哦,這裡是現實的10倍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們做過最好吃的巨大化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就給我一個like 我可能就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哇,巨大化的榴槤雪糕 50倍大 見過了沒有? 還有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不說太多了 現在我們繼續認識我們的榴槤雪糕了 就這樣 Bye 正所謂榴槤雪冰箱 雪櫃特別香 所以 非常好吃